今天是父親節 祝所有的父親 父親節快樂 好 接下來的時間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父親的背影 對我的影響 我的阿公是在行種 行不 種嘎妹 是在深山裡面種橘子 那麼家裡面非常非常窮 那我父親有14個兄弟姊妹 那阿公因為養不起 這14個兄弟姊妹 就在我爸爸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就有一次我爸爸回 每次回憶到這個時候 我就看他很落寞 他說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阿公有一天 跟我的阿婆 就跟他講說 要帶他出去遠足 要到外面去住幾天 然後幫他把衣服的都整理好 整理好以後 那天他就離開了家 離開了安律都新部 新部的一個家 那麽 那麼離開那個地方 然後我父親說到他長大了 他就再也沒有回過這個家了 因為他才知道說原來 因為阿公養不起他 所以就把他送到了那個時候 在新竹有一個大的家族 叫飯家 去當等於是長工 也是親戚幫忙養 但是當然去那要做事 他說他剛到了這個家的時候 他每天哭著要回家 哭著找媽找爸 他說他有好長一段時間 半夜會夢遊 就是半夜睡到一半會爬起來 爬起來一直說要回家 那麽一直到了他的哭聲 慢慢的也沒有人理他 然後慢慢他任命了 他知道他被賣出來了 所以他就很任命的在家裏面 在人家家裏面 一方面是有親戚照顧他 一方面也是在幫佣 那他念到小學四年級 就沒有在念了 因為就沒有錢 所以他在這個幫佣的家裏面呢 他也很努力的工作 那因為這個照顧他的親戚 是當地的一個望族 是一個小學的校長 所以我爸爸說他很嚴格 每次到吃完晚飯之後 就做一個大桌子 然後他的兒子親戚啊 都坐在一起的親戚的小孩 差不多年齡的 然後他就叫大家讀書 然後只要有人不乖 他就稍微咳嗽一下 他說馬上大家都乖乖的念書 然後他每天會抽一點時間來 教大家一些東西 後來我這個遠房的親戚 就發現說那個打掃的小孩 在那個沒有在教室裡面 就他在旁邊打掃 可是好像耳朵一直在聽 好像很想進來學東西的樣子 就有一天就跟我爸講說 好了好了你進來 大家一起來 來這個上課 後來發現說 這個在教室外的小孩 比在教室內的小孩更認真 就很努力的教了 我爸爸一些課堂上的東西 後來我父親一個人從新竹 到了台北他去檢定 就當了小學老師 因為那個是我父親 今年還在的話是94歲 那麼在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他們是可以靠檢定 去當小學老師 所以他在新竹的時光國小 在新竹的很多地方教過 那麼後來到了台北的東門國小 其實他教了蠻多有名的學生 因為我爸爸在那個年代是 小學到初中是要考試的 那是要升學的 那因為家裡很窮 家裡面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家有六個小孩 我是老妖 前面五個都姐姐 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父親的一份小學老師的薪水是不夠的 於是在台北 所以他要日以繼夜的在外面補習 教這些要考初中的學生 所以我記得我父親在 我差不多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他很瘦 因為他胃病 一直每次在最吃飯的時間 他總是要上課 我就看他忙碌奔波 餵了三餐 不過他教出很多有名的學生 我在節目當中講過 司法院的秘書長范光群是他的學生 外交部長吳釗燮是他的學生 省立桃園醫院的院長 鍾元強是他的學生 還有那個澳美的董事長 白崇亮是他的學生 還有台大的知名同學的教授 葉仲基 很多人都是他教過的學生 那我父親就這樣子刻勤刻簡的 把這個家給建立起來 我從我父親的身上 看到一個非常罕見的特質 就我父親一聲 他的背影我看得到的 我聽到的他沒有任何的值得被批評的習慣 或者缺點 他不抽菸不喝酒 一生勤苦節儉 從三十幾歲到七十幾歲身材沒有變過 所以他的西裝穿了四十年 褲子上都是布丁 我最大的困擾作為一個兒子 我後來想一想我這輩子好像沒有買禮物給我爸過 因為我每次問他說要什麼 他都跟我說我什麼都不需要 每次問他說 父親節到了生日禮物什麼 他從來不過 他不過生日 從來不要 後來有了孫子以後 我們去拜年給父母親紅包 那我媽就會收起來 然後說謝謝 我父親是從來 從來就把這個收起來的紅包再加碼 然後再給孫子 他什麼都不要 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沒有味蕾的人 因為他從來沒告訴我們他喜歡吃什麼 從來沒有要去吃館子 他吃的東西呢 加一點點的鹽 也不煎也不炒 他就是水煮 就這樣子很平淡很平淡的過了一生 我到我父親過世到了天堂 我都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喜歡什麼 他就是這樣一個克勤克儉的人 可是對我呢 他是無比的大方 我們家原本是很窮嘛對不對 他竟然把我 本來我是在東盟國小 是我在我爸爸的學校 但後來呢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我爸說我就是 因為在小學就 一直都第一名沒有對手 然後就很臭屁 他覺得這孩子呢 要去教訓教訓 所以他就把我送去那時候 台灣最貴族的學校 叫做私立復興小學 好那我記得那時候 五年級 升六年級的時候 我們叫考差班考的 兩千個學生 都是要拿班上的第一名的成績單 才能報名的 錄取二十個 我就轉進了私立復興小學 那我的同學很多啊 我的學長學姐 你聽了你會昏倒啊 什麼謝啟大啦 李慶安啊 這也都是我們的學長學姐 這是一個升難到 快要爆掉的學校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的同學有 有蔣家的 蔣家的蔣有梅啊 是我同屆的 然後好伯春的女兒 還有那時候台灣的一些 一些士生啊 蔡家的啊什麼 通通都是我同學 我記得我在小學的時候 最困擾的事情是 同學會彼此下課到別人家去玩 那我偶爾可以到同學家玩 但是同學要到我家來玩 我說什麼也不肯 我編了各種各樣的謊言 我媽不在家啦 我忘了帶鑰匙啦 我家在油漆啦 反正我就是不敢讓同學到我家來 因為我家太破爛了 跟我的同學是完全不能比 那我的父親就是這樣 把他這一生當中最好的 最精華的東西都給了我 影響我後來去念博士是因為 所以我 我考進台視當主播 家裡面沒有任何的背景 一封推薦信都寫不出來 但是我後來錄取了 我在台視做了一兩年 那時候收入非常的好 待遇非常的好 可是我爸爸每天都告訴我說 叫我去念博士 我就問他說 那念博士要幹什麼 他客家話非常認真的告訴我 他客家話非常認真的告訴我 你當博士做完來 那時候買一張茶嘛 我還要當房子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念完博士回來 你去開計程車 我都非常高興 而且以你為榮 他就是這樣的價值觀 然後呢 我就覺得說 我讓我的父親很失望嘛 因為我高中大學一直在玩弄社團 所以功課就是一直很勉強 那從小學的時候很厲害 到後來就是功課就一直在在乘在乎之間 我父親也很失望 近乎絕望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後來我想說 好吧搬這樣子 我這一生當中做一件事情 讓我父親高興吧 就去念個博士 我念完博士 壓根沒想到要教書 其實那時候我想東想西 想賺錢 因為我看我父親從小為了錢 為了我跟我母親常吵架 為了錢 家裡面沒有錢 每天都在為了錢煩惱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個念頭就說我要賺錢 所以我念完博士只是想說 好吧我念完個博士 把我的畢業證書交給我爸爸 把事情交代了吧 我想說那我得去賺錢 所以我在美國念完博士的時候 我幹了兩件很好玩的事情 是我去代理 我想把 那時候那時候是1995年 我想去代理幾個品牌進台灣 那時候台灣都沒有 於是我看中了兩樣東西 我的眼光準吧 我那時候看中了兩樣東西 一個叫做Torys R Us 玩具反抖城 另外一個叫Victoria's Secret 一個是騙小孩的 一個是騙女人的 兩個最好騙的產品 結果我還很認真的去寫那個 Business Plan Franchise Plan 然後去跟美國人交涉 看要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我父親一通電話 再三催促 我告訴我做了呀 做了做高書啊 回來吧 回來當教授吧 我是百般的不願意 我真的不是那愛念書啊 那又叫我去念書 然後我又知道當教授很窮 我百般的不願意 可是後來我想一想 唉 就讓我爸高興一次吧 我想我就試試看吧 也沒那麼簡單 因為我完全沒有背景 然後我念的科系 跟我的小 我的大學的兩個主修 跟我的碩士主修 跟我的博士主修 都不一樣 我就硬著頭皮 就寄了一張履歷表 到台大新聞所 然後回來釋交 沒想到 沒過幾天 就被告訴我說 我錄取了 我突然想糟糕怎麼辦 那我 我正在掙扎 我也還沒接受 我就告訴我爸 說我錄取了 可是我還在猶豫 我想做點別的 我爸爸高興的那個眼神 跟那個表情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我還沒有接受 台大新聞所的聘書 我爸就已經把我的 台大新聞所教授的名片 給印好了 然後呢 到處發給親戚 我看他這麼高興 我真的不忍心 我就硬著頭皮坐下來 坐下來以後呢 其實我蠻不適應 學術界的那種 那種很虛偽的 很造假的風氣 跟那種很霸凌的 很黑箱的那種 很沒有效率的那樣的環境 所以我每年都告訴自己說 今年一定是我最後一年 可是沒有想到 人生計畫不如變化 變化不如電化 我就這樣子 年年難過 年年過 就過了二十年 然後後來的故事 大家當然知道了 我後來為什麼從台大教授 突然變成一個綜藝咖 這個中間是轉折 真的不是我人生的計畫 我父親對我一生最大的影響是 我看著他的背影 堅毅不搖 他很窮 但是他很有志氣 而且他綠脊非常的嚴 我從小站在他的旁邊 他呢連吃一個橘子的橘子絲 他都會拿一個衛生紙包起來 放在口袋裡面 帶回家丟到垃圾桶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那他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我會聽他很多學生說 我爸爸就是非常嚴 一絲不苟 那那個年代老師都會打學生 他說我爸非常嚴 但教出來學生非常有紀律 他在家裡也是這樣對待我們幾個孩子 對我們非常嚴 坐有坐向 站有站向 每一件事情他都歸零的 跟折豆腐 那個把棉被折成豆腐那樣子的教育方式 那我父親一輩子的辛苦 但我也說覺得 我沒有回饋他任何的事情 那我從小父親帶著我 到很多的黨外的那個演講場合 然後他總是在那邊看邊感傷 然後帶著我去參與很多很多這種民主的活動 當然那時候我年紀也慢慢大了 但他私底下都很好玩 都告訴我說 你千萬不要搞政治 可是我心裡在想 你那麼喜歡帶我去政治的場合 然後回到家裡又告訴我 你千萬不要搞政治 也不是很矛盾嗎 好 那我的父親呢 在85歲的時候 上帝把他接走了 我跟我父親這一生當中 最大的衝突是什麼呢 是我在將近40歲的時候 他70歲的時候 我受洗成為基督徒 您可能會覺得說那沒有什麼啊 可是因為我父親是客家人 哈嘎尹 哈嘎尹對於這個祭祖 對祖先的這個祭祖 祖先的排位 台灣的傳統信仰燒紙錢拿香拜拜 這件事情是 認為非常非常重要而神聖的 基於我的信仰 我就開始 不參加家族的祭祖活動 有很多人罵我說 哎呀你不會裝一下嗎 你不會拿著香啊 然後就說主耶穌啊 抱歉 因為我爸的關係 我實在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拿個香吧 求主保守我們 我說沒有 我說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我忠於我的信仰我是什麼 我就表現什麼 所以呢剛開始還會跟著我父親 下去這個清明節去掃墓 然後等到他們要這個家族聚在一起 要燒紙錢的時候我就溜了 後來我根本去都不去了 那我父親就很生氣 我跟我父親曾經有過一些對話 那時候其實我也三四十歲了 我父親七十幾歲了 我跟他講說 我們的祖先現在應該在天上 那如果他天上的話 然後他看著我們在那裡燒金紙 然後有的時候還會造成這個 墳地或森林的大火 然後污染著整個空氣瀰漫 他應該不會開心吧 我想我們的祖先最開心看到 我們的事情就是 知道我們在紀念他 那麼形勢應該不這麼重要吧 結果我爸就很不高興 然後後來因為這樣的 信仰上的衝突越來越大 結果他有一天真的受不了 他跟我的姐姐很嚴肅的說 我要跟我這個兒子脫離父子關係 說你狗毛子 客家話 他的意思是說 這太過分了 這孩子呢 就不要祖先了 那真的很嚴肅的 跟我的姐姐們說 要跟我脫離父子關係 就讓我想起 蔡喜芳不是也曾經為了這個 台灣正名制憲 中華民國這個假帽子 要跟這個蔡逸於脫離父子關係嗎 後來蔡逸於笑笑的跟我講說 哎呀我們爸沒有辦法 對啦法律上父子關係 是不能脫離的啦 好 那我爸這個企劃呢 大概持續了一兩個月 後來當然不會 因為他非常的愛我 我覺得我這一生沒有任何事情 回饋我父親 也沒有做對任何事情 讓我父親高興 我只做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 這是我對我父親最大的回饋 就是我父親從反對我信主 基督教 好 到後來呢 因為我家裡面有持續四五年的時間 開放的小組 就是 教會的弟兄姐妹 或者帶著訪客來 就是各種各樣的人 有時候很奇奇怪怪的 然後來這邊 來這邊這個 詐騙集團也來過我家 然後那個 來路不明 奇奇怪怪來推銷東西的 反正都來過我家 好 我們家開放的小組 那我爸呢 到晚年的時候 我連哄帶騙 然後騙到我家來 他還不願意死都不願意 他就是不要跟孩子住 他不想麻煩孩子 他最常跟我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你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你不用管我 你把你的家庭顧好 就是對我的孝順 他跟我常講一句話 他說你不用來看我 我想你的時候 我會去看孫子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 處處為著子女著相 寧可犧牲自己 燃燒自己的人 那麼後來呢 他就對我的信仰很不滿意 可是 就是 每次我 每個禮拜三 在家裡面的小組聚會 他總是會在 最角落的房間 開一個小小的門縫 然後就在看 我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結果有一天 在一個很特別的情況之下 這個要講起來很長 我就跳過了 一個很奇妙的神蹟之下 他對我的信仰 完全不能接受 到破口大罵 到有一天 要跟我脫離父子關係 直到 有一天他決定他要收席了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觀察你們這些人 觀察很久了 他觀察了五年了 因為他在門縫裡 跟我們一起參與了五年的小組聚會 他說 我認為你們這樣做是對的 結果他還問我了一句話 他說可是我這麼老了 我還來得及嗎 最後在他84歲的時候 他受洗了 我從第一代的基督徒 變成了第二代的基督徒 這件事情是我回想 在我這一生當中 對我父親我是充滿了遺憾 有一種樹欲進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帶的遺憾 但是我認為這是我對我父親所做的 唯一的一件 也許是一件最重要的 一個報恩跟回饋 今天跟各位分享了很多我的心情故事 我很想念我的父親 我愛他 在這邊父親節 祝各位父親節快樂 也感謝我們天上的天父 跟我在天堂的父親 謝謝各位 星期間